嗨,大家好,我是Irene 今天我们来做青草香菇大白菜 首先将大白菜去掉头部 然后分开大白菜叶放入冷水中 再加入一茶匙的盐,浸泡大约10分钟 这样做是可以有效的去除藏在叶子中的虫卵哦 大白菜浸泡过后稍微清洗下,再沥干水分 接着将大白菜梗跟叶子分开,撕成小块 大白菜用手撕所产生不规则的口感 会比刀切出来的更容易入味哦 而且还能保持大白菜的颜色 今天用的是新鲜香菇 新鲜的香菇建议选取颜色深的 营养会比较高,骨质也会比较厚 首先将鲜香菇稍微清洗下 然后把香菇的地切掉 再斜切成厚片 香菇一般会选择去掉地 因为香菇地的纤维含量多一些 口感会比较硬 把姜削了皮剁成末 大白菜属性是有些含量的蔬菜 所以姜可以多放一些 做法首先将炒锅放了石油烧热 然后先把香菇片倒入锅中 用大火偏炒大约2分钟 偏炒至香菇的颜色净嫩和变软 把炒软的香菇先盛起大用 接下来盐锅再放入少许石油烧热 先加入酱末炒出香味 如果你不是竞速者 也可以同时加入一些切碎的蒜头 姜蒜已经炒出香味 颜色金黄 这时候先倒入白菜梗 然后用大火不停的翻炒大约3分钟 用大火翻炒和不上盖焖煮 是防止大白菜出太多的水 当白菜梗翻炒至断生开始变软 就可以将白菜叶也倒入其中 再继续用大火翻炒大约2分钟 接着加入炒过的香菇和调味料 酥蚝油 糖 糖 盐 胡椒粉 也同时倒入淀粉水 然后快速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关火 加入少许芝麻油和料酒 再稍微拌匀 鲜香菇炒大白菜就完成咯 简单的食材 简单的烹调方法 也可以让鲜香菇一大白菜 变化出美味又健康的蔬菜哦 变化出美味又健康的蔬菜哦 哇 大白菜非常的清甜 so good 嗯 鲜香菇嫩滑爽口 鲜 这就是香菇用煎炒出来的味道 大白菜只用偏炒不上盖 菜籽也刚刚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 美味又健康 做法还很简单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家常树的Iren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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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